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下星期二是3月5日 超级星期二15个州 美国的15个州加上一个海外领地要举行党内的初选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加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职位空缺出来了 是Dine Feinstein 范士丹去世以后留下来的这个空缺 所以在这次的选举初选当中要选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加州他比较特别 他是叫做前二制 就是前两个得票最多的人进入到11月份的决选 那这两个人呢 不分党派 如果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人 那就得票最多的两个民主党人 那就进到这个决选当中去 如果一个民主党 一个共和党 那就各加一个 所以他不分党派的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情况 而且呢 在今年的选拔当中呢 也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范士丹不是去世了吗 那他选举出来的这个 就是现在有一个人 市长 就是州长任命的这个人呢 他是担任临时的职务 就是他这个范士丹空缺下来的这个职务呢 一直到选出这个新的人为止 那么选出这个新的人是什么时候呢 是11月份的大选的时候 如果选出来一个新的人 那这个现在临时接替的这个人呢 就等于是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 可是问题 刚选出来的这个人呢 他还没有办法到参议院去进行投票 因为就职 他要就职 要等到一月份 明年的一月份 这里头又出现两个月的空档 那总不能说是没有一个参议员啊 于是在今年的初选当中啊 参议员这个栏目有两个 地方你要选 一个是选那个今年的11月份 到明年一月份宣誓就职 这短短两个月的那个人选 另外一个呢 他是这个full term 就是另外一个是 从明年一月份就任一直干到一个任期 就是整个的六年的那个长期的正式的人选 所以千万别弄混了啊 在投票的时候 这是两个不同的职位 你可以选两个不同的人 顺便说一下这个呢 跟选区没有关系啊 就是在所有人的选票上都会有这个选项 就是联邦参议员的选项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 有些人怎么不在我的选票上啊 是 因为那是众议员 那不是你的选区 可是这个参议员呢 所有的人都选 因为范世丹的去世 导致这张选票上有27个人 有什么正谷的医生啊 按摩师啊 有卖画的 对不对 有棒球运动员 一大堆 但是呢 说实话 27个人当中啊 有竞争力的人 也就那么三四个 其他那些呢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造势吧 或者是为自己打一点知名度 或者为自己的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啊 为他这个理念做一点宣传 因为他能到这个上面 他还是有些知识率嘛 对不对 他能被写在那个选票上 不是说 你只是喊一声说 请把我写在上面 就跟你写在上面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涉及到每一个选民 就在你的选票上 不管你是共和党 民主党 还是独立的 都在这个选票上 只要有这个选票 就是有四个人是最重要的 那第五个没有意义了 实际上那第四个意义不大 所以我们就重点介绍这四个人 而刚才说的两个任期 一个是11月5号 1月3号 一个是呢 是2025年到2031年 这个问题也不太大 因为我估计啊 你那个短的那个人 你选的谁 那长的你也会选这个人 对吧 你不可能说 我认为他适合做参议员 适合两个月 另外一个人适合做六年 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太大 但是你就 你不要奇怪 就告诉你 你会看到参议员就参与怎么选两次呢 就这个 一个人做俩月 一个人做六年 就这么 但是比较多的情况下 都是同一个人 那么这个里面这四个人是怎么情况呢 这四个人呢 是三对一 就是三个民主党人对一个共和党人 就是第一 第二呢 那三个人呢 都已经是联邦的众议员 他们已经代表加州在全国的议会当中有职务的 然后他们呢 要当参议员 这只是三个民主党人 对那个共和党人呢 叫Steve Garvey Garvey 是吧 Garvey 对 Steve Garvey呢 他是之前那是个棒球运动员 但是早退休了 他75岁了已经了 早就退休了 就这么样 一个三比一 那我们就看看 这个四个人的情况以及谁有可能当选 对 这个从现在的民调来看呢 这个我们南加州 Burbank的这个联邦众议员啊 他叫那个Adam Schiff 他是属于领先地位的 不管是民调的支持率也好 是筹款也好呢 他大概是属于领先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如果11月份 他不在那个前二的名单当中 可能很多人会吃惊 所以呢 他应该是在两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 因为一直他是领先的 第二和第三名之争啊 现在有点争得还蛮激烈的 这个原来呢 是尔湾的50岁的一位女性的民主党的众议员 Katy Potter啊 他呢 是这个民调当中是第二 但是第三名啊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Garvey啊 Steve Garvey啊 他最近的势头比较猛啊 这个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竞选过公职 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的政府的职务 在竞选民 就是民选官员方面 他是个新手 第一次 但是呢 好像现在他得到了不少这个独立派的支持啊 所以在最新的这个民调当中 当然有好多不同的民调机构做的民调 有的民调是说这个Katy Potter是第二 那个Steve Garvey呢 是第三 但是有一个民调是说 Steve Garvey的这个得票率啊 支持率啊 赶上来了 而且超过了这个Katy Potter 所以呢 可能在第二跟第三名之间啊 有得一拼 那么在这个上头呢 我们都知道加州就票数支持率最高的两个人嘛 所以如果是Garvey变成第二的话 那11月份就等于是一个民众党的候选人 和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来竞争这个联邦参议员的事务了 对 而上一次一个共和党人在加州 赢得这一层级的选举已然是18年以前咯 这个里面有个18年的干旱呢 18年的干旱包括州长啊 参议员啊 中议员什么这种啊 不是中议员 参议员啊 这是长达11年的干旱 18年的干旱 我们加州的历史上出过两个著名的共和党人 一个叫做Ronald 一个叫做Arnold 对吧 这两个人一个做了总统 一个做了州长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是一个民主党对一个共和党会是怎么样 如果是两个民主党人 又会是怎么样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 3月5号 这个加州初选的时候呢 要决定一个联邦参议员的这样的一个人选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加州最年长的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呢 去世了 所以呢 他就 他去世呢 就留下来一个参议员的空缺 那现在刚才说了 有这么几个人在竞选 那在加州来说呢 我看洛杉矶时报是说 加州民主党是势在必得啊 好像要把这个联邦的参议员呢 囊入带中 原因是 他就说了 如果要是这个参议员的职位 被共和党所拿走的话 那么联邦参议院里边 可能要翻盘了 这个民主党现在微弱多数的这个局面 有可能会改变成 变成共和党 变成多数了 所以这个民主党绝对是不能够接受的 于是 这个在竞选当中呢 可能会努力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 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 要么就是两名 最高 得票最高的人 都是民主党人 要么就是一名民主党和一名共和党 但是在加州来说呢 大概率事件 如果是一名民主党和一名共和党 进入前两名的话 那么民主党获胜的机会要大得多 原因是在十一月份投票的时候 在加州的登记选民当中啊 共和党人只占百分之二十四 民主党是四十七 差不多是一倍 所以在整个的投票过程当中 民主党一定会设法千方百计的 要保住这个联邦参与的职务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讽刺的 也很滑稽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诸多的候选人竞争的过程当中呢 老百姓是希望让那个共和党人胜出一个篮 就是让这个Garvey啊 获胜 那么这样呢 他们就认为Adam Schiff 击败Garvey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拿下来了 可是如果是两个民主党 当然呢更没问题 那肯定是民主党 但是两个民主党就有个问题 就是有点纠结 该谁上啊 对该谁上给谁 那么如果是两个民主党的话呢 告诉大家呀 这个统计是这样的 人们就把他们在很多问题的立场都拿出来 因为都是参议 都是众议员嘛 这无数的投票记录 就发现98%都一样的 所以那就无所谓了 如果是这两个人 那么因为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性别的问题 年龄的问题 所以那些反而会起一点小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Catty Porter是女的 还刚才还没提的一个众议员 叫Barber Lee 是77岁的黑人女的 也是联邦的众议员 那么这个里面的 除了肤色呀 性别呀之类的 还有又增加了一个年龄的因素 我觉得Barber Lee啊 现在差不多在第四第五这么一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啊 这个年龄也是个问题 77岁了 能做六年 对不对 所以没什么 咱们就不提了 Barber Lee就不提了 那就是Porter和Schiff的这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 现在看来应该是Porter没什么机会啊 就如果是没多久了嘛 这都已经到这儿 所以还真的有可能 是Schiff 占 那个Garvey 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呢 就看一下这个 他们对川普的问题的看法 Adam Schiff 是高举返川的大席 当年对川普进行弹劾的时候 在政院 他挑的头啊 所以他是支持川普的人 非常痛恨的一个人 是刚才说的 Burbank的这个选区的Adam Schiff 而这个Garvey呢 有意思 他公开的说 2016年和2020年 我都投的川普 但是很多川普的政策 他不同意 包括边境这个 对 而且呢 他说1月6号 就是2021年1月6号 冲击国会这件事情 以及2020年的选票 到底有没有作弊 舞弊的这件事情 他也采取比较模糊的立场 基本上没有太明确的 不太鲜明 对对对 有意 现在很多人都有意采取战略模糊 经常不是鲜明的表达自己的立场 但是呢 他们两个人的竞争呢 有一个问题 一定会提出来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年龄问题 因为今年的总统是两位白头翁啊 两位老先生 77岁对什么81岁的这个老人在进行选举 所以再加上那个范士丹呢 参与那边 实际上他去世之前就有一段时间啊 比如说是反应迟钝啊 长期的没有到参议院里面去请假 因为身体的原因嘛 身体健康的原因 没有办法请假 然后糊涂在投票的时候 必须要助理帮他来进行选择啊 等等啊 这些问题 所以引起了加州居民的不满 加州选民认为说 第一 他在参议院里面待了三十几年 是不是待的时间太长了 第二 他去世的时候 是在任的参议院里面 年龄最长的一个 所以人们就对这个事情呢 稍微有点疑虑 是不是不应该太大的年龄进去 那 Steve Garvey在这方面就吃亏了 他今年已经75岁了 只比那个Barber Lee稍微小两岁 Barber Lee是77岁了 如果进去的话 你六年做完 想要选连任的时候 已经八十几岁了 已经超过八十了 所以 这个呢 是他的一个不利的因素 因为Adam Schiff今年只有61岁 所以跟他比起来 那还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